残酷的武术腿弓练法见过吗 武术要练好开胯很重要 用韧劲很强的牛筋来拉伸胯跟的大筋 只见功夫女孩被绑在高方上 两腿伸直用力朝两侧撑拉 如此练腿弓的方式 对一个武术女孩来说虽然残酷 却很能挡功力 接下来的这个练腿弓方式也很高妙 用长绳捆住腿脚进行悬吊拉筋 可以练习各种腿法 例如正踢腿朝天蹬后撩腿 传统武术里的戳脚 古代女子防身术群里腿都有类似的练法 这是武术加强版的引体向上 一般的引体向上不过是练手臂之力 而功夫女孩又在脚背上加装了水桶 动作难度超乎想象 同时还要撑拉水桶做空中横劈叉 就问这样的练弓方式还有谁 这是古代练腿弓的器械名叫尖锹 非常少见 穿上它由砖而走 练腿脚力道和身体平衡 要求把全身力量灌注于脚尖 点地而行 讨厌下盘功夫 与自然门武术的典型功类似 这个功夫练成后 小底生根轻巧灵动 闪斩腾挪如履平地 即使穿上千锹与人实战交手 也能轻松应对 如果没有身后腿弓 显然做不到如此游刃有余 这是腿弓的最后一步 练习腿法击打的准确度和速度 将鸡蛋悬吊在圆环内 绳子不断晃动 想要准确无误地踢碎 且不能触碰圆环 并非一世 需要有快速反应能力 熟练之后 可以换成毯子来练 模拟武术实战时的各种腿法攻击 由此可见 以前的武术家练武还是挺有智慧的 所有的练功就是为了实战